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诠释了电影节的主题 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多元的创作盛业 前两天我发了一条提问帖 没想到收到了这么多米粉的回复 我挺意外的 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提问 每条问题我都看了 现在我挑几个问题 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举办小米电影节 主要是为了通过小米手机 所拍摄的一系列的影片 来展示过去一年 小米在影像方面的发展 今年是小米电影节举办的第二年 我们收到了许多优秀米粉 和创作者的作品 每个短片都让我深有感触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主题 让大家能够重新关注到 自己身边的小事 从细微之处感受生活的美好 重视影像是因为 影像是这个时代 人们最重要的语言 是智能手机体验的关键高低 伴随小米高端化战略的推进 我们正在从性能领先 走向体验优先的变革之中 这次战略生机 我们提出了超越人眼 感知人性的影像战略理念 不论是摄影还是摄像 不论是定格瞬间 还是每一帧的记录 我们都希望从真实情感出发 让每个人都能捕捉到 真实的瞬间和画面 为了小米影像更好的发展 我自己也在认真学习 欢迎大家和我多多交流 小米正在构建全新的科技生态 让我们的技术体系 资争起我们的科技生态 成为一个不断进化的科技生命体 这样大家可以通过各类的终端 享受无所不在的智能生活 通过我们坚持不懈地探索 完善小米的技术体系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大家都能在不同的产品上 体验到我们的成果 的确有兴趣 今年我特别重新开始 认真的学摄影了 当然目前还在学习的阶段 跟专业的摄影师肯定不能比 摄影是需要花很多时间 去学习去练的 我在学习摄影的这段时间里面 也读过一些专业的书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本 萨尔加多的摄影机 我很欣赏它的作品 最近我在体验我们在国际上即将发布的一款新产品 也拍了一些照片 大家想看吗 小米 字幕志愿者 杨尔加多德